女人向老公抱怨已经两年没有夫妻生活 不料却遭到了她的冷嘲热讽 美智没想到自己在老公眼里如此不堪 她什么也没有说直接转身离去 下班后美智没有等老公一起吃晚饭 而是将饭菜放入了冰箱 随后拿着衣物准备睡沙发 老公接受不了她突然转变的态度 让她不要这样假惺惺了 可没想到这句话彻底激怒了美智 老公只能连忙道歉 她知道自己的行为很可恶 但还是希望美智能够理解 美智现在已经对老公彻底失望 她不禁回想起那天晚上欣明的拥抱 那时她久违地感觉到了内心的嫉妒 当第二天收到欣明的消息时 美智有那么一瞬间的开心 两人约好在酒吧见面 欣明先是为前几天拥抱她的事道歉 两人都是有家事的人 不应该做出那种轻浮的举动 当时是她从美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所以才会情不自禁 美智也感同身受 两人就这样互相安慰 都决定试着重新面对自己的另一半 第二天美智看到欣明在花店买花 询问过后才知道 她今晚准备庆祝结婚纪念日 这让美智十分的羡慕 也许是听到了她的念想 老公下班后突然送给她一束花 虽然只是一束特价款鲜花 但至少能表示老公还是在乎她的 她一脸兴奋地准备将花放置好时 却被老公一把搂在怀里 第二天美智向闺蜜分享了自己的喜悦 可闺蜜却说男人突然送礼物给妻子 不是有事相求就是做了亏心事 这让美智十分的紧张 闺蜜健壮 连忙安慰她自己只是随便说说 男人心里的想法只有男人才懂 于是美智下班后找到欣明说了这件事 欣明告诉她不要担心 这是男人表达爱的方式 目的是想让珍惜的人开心 美智文言便坦然接受了 还告诉她昨晚老公难得主攻了一次 却没发现欣明落寞的眼神 当美智问她昨晚和妻子进展如何时 欣明只是说了句妻子很高兴便岔开了话题 晚上美智特意做了老公最爱吃的蛋糕饭 可老公并没有等她用餐 只是匆匆吃完后就离开了餐桌 她看着没有收拾的餐具 突然怀疑昨晚发生的事是自己的幻觉 他们两人的关系并没有好转 第二天美智得知欣明装病请假 也决定翘班一次 两人约在之前喝酒的地方 当欣明见到美智后 心中所有的不愉快都忘得一干二净 她告诉美智结婚纪念日其实过得很糟糕 那天妻子临时有工作不能一起吃晚餐 她一个人拿着鲜花孤零零的坐在餐厅 只觉得既难为情又空虚 到最后也没将花送给妻子 美智听后也感同身受 本以为补课后两人的关系会有所好转 实际上老公的心根本不在自己身上 为了缓解失落的情绪 欣明带着美智在水族馆玩了一整天 两人的关系也在悄然转变 晚上欣明将美智送回了家 两人都表现出对彼此的不舍 感谢观看